这是1951年初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初期的真实战地影像 影像记录了包括美军进入水源 并与水源北白云山地区志愿军第50军 447团对峙交战等场景 现在是1951年1月25日 美军89中型坦克营正掩护步兵向着水源一线推进 当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七威发动所谓霹雳行动 指挥美联军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 中朝军队为制止美联军的攻势 争取时间等待后续兵团到达以进行反击准备 一发动第四次战役进行了坚守防御 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作战 镜头中美军第25步兵师35步兵团 在前往水源途中遇到两名自称 从汉城北的战俘迎逃出来的韩国士兵 随后美军35步兵团情报人员 对两名人员进行询问得知 这两名俘虏原属于韩国第二军 之前的青川江战役中 他们所在的第二军和美骑兵第一师 一起被志愿军中创 但此二人的身份还要进一步核实 镜头中美军坦克源源不断地前往水源 美军以水源城作为其中之一的基地 向志愿军防守阵地搭起进攻 镜头中是1月26日 美军正在水源城大肆搜捕巡查 美军第25步兵师先头部队于25日 已占据水源城 但就在25日晚上到26日凌晨这一夜 重兵汇聚的水源城 被149师447团的18名志愿军闹得天翻地覆 17名志愿军在447团三营副营长戴汝吉的带领下 避伤美军60余人 其中每25步兵师只属宪兵连一个排备全歼 并击毁美军车7辆 并带着缴获的两门迈积炮一部电台 和一名俘虏从水源东门城墙冲出 这是水源城的北门 夜袭水源城的戴汝吉等志愿军 即从此门冲入水源城 实际上志愿军未查明水源敌情 打乱敌人进攻部署 在25日晚上命令三营副营长戴汝吉率第8连 和149师的侦察连 以及447团的侦察派 共200余人探查水源城 但因被美军发现 多数侦察员被机枪挡于城外 只有前面说的18人冲入城中 但就是这18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镜头中美军对城内百姓进行全身搜查 其认为有志愿军潜伏在城中 同时美军还抓捕了不少其认为有可疑的人员 当天美军从水源开始向北面白云山地区志愿军阵地发动进攻 现在的尽头是1951年1月29日 美军在水源北正向白云山地区志愿军发动进攻 志愿军第50军447团 奉命在水源以北白云山至东原里地区正面约9公里 纵身约6公里地域组织防御 多日以来美军动用大炮飞机坦克 对志愿军447团 不足10公里的沿线阵地防空暗闸及不明冲锋 但志愿军仍旧坚守使美军不能前进 健康的尽头 现在的镜头是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其威视察白云山地区战场的镜头 李其威接替车祸丧生的沃克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后 发现志愿军的攻势一般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左右 通过分析认为是志愿军后勤供应不足造成的 实际上随战线难移 志愿军运输线已长达550公里至700公里 在敌机狂轰弹炸下 扬弹物资补给的确十分困难 而此时志愿军在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后 还没有得到修整补充 李其威即发动攻势并采用磁性战术 即始终与志愿军保持接触以达到消耗疲惫的目的 另外针对志愿军迂回穿插的传统战术 李其威改变了过去直言公路冒进的战法 采取互相靠动 其投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 但在这些恶劣的环境下 志愿军依旧成功完成了阻击任务 现在的镜头拍摄于1951年2月3日 美军少校詹姆斯里向李其威介绍 对面拦住美军的山头阵地上 助手有志愿军三个连 镜头中美军的坦克营 在水源北的公路上向着志愿军阵地轰炸 这是1951年2月3日拍摄的镜头 当日美军出动20余架飞机 80余门火炮 30辆坦克携500余步兵 兵分三路再次向公交山及白云山 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 镜头中是1951年2月5日 除夕拍摄的即将被李其威免职的 美军25步兵师师长威廉基恩 以及接任基恩职务的 第二步兵师副师长约瑟夫护雷德利 至此美军25步兵师进攻白云山地区 11个昼夜损失兵力 约1200人仍未拿下志愿军阵地 当晚志愿军第447团达成阻击目的后 主动撤出白云山阵地 同样是1951年2月5日除夕拍摄的镜头 美军坦克于水源北的公路行驶中 被志愿军埋下的地雷炸毁 美军开始人工扫雷 最终的中 Airlines 第四周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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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